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今天台股漲了一百多點 盤勢仍然還沒穩定下來 這裡也不過是緩彈 那今天因為既然是緩彈 這是短多 既然是多就有小確幸 來我們看 這是1.25分大盤漲73點 1.25分 那最後一盤1.30分是集合競價就跳出來 各位漲幾點 漲了30點對不對 最後一盤就拉了30點上來 那當然 當然工程又在這裡 這叫台積電 最後一盤跳出來拉了2塊錢上來 所以台積電當然有貢獻 那目前仍然叫短多 短多就是緩彈 來我們看 禮拜四 好 禮拜四正式緩彈 再教各位 我已經講很多遍了 出現賣出信號也就荒空 18619確立就是高點 永遠不會過 就是永遠 什麼永遠 除非它出現紅色的買進信號 也就換多 換多要過沒有過 好重新下來整理再一次 又沒過 一次沒過兩次沒過 果然就下來 這是重新再來的 因為經過這一波下來 修正了1400點 那在這裡它叫緩彈 為什麼叫緩彈 你除非創新高 或者多叫緩彈 好這是上個禮拜四 大盤 好 禮拜五 好今天 各位 七次向上就是向上 不要預設立場 但是它叫緩彈 所以為什麼也用台積電 台積電688出現賣出信號 翻空下來 來在這裡曾經邀功 沒有成功吧 失敗 再一次 第二次失敗以後 下來急速修正 好 上個禮拜四 出現翻多滿進信號 555 確立低點 它就是低點 沒有出現賣出信號以前 它就是低點 好 那這是禮拜五 這是今天 對不對 這是今天 今天在這裡 這是今天 從最低的555 到今天最高589 仍然叫緩彈 物額戰爭 沒有結束 或者它沒有簽和平條 叫簽列以前 這個盤子都是在做震盪整理 在找方向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講說有錢人 真正有錢人在這裡 他應該不會去 我們叫重壓 大不了在這裡 小玩 所以有很多前置股 或者我們叫大型股 它就漲不動 這段時間 切記切記不要去亂追股票 我給各位看一檔 因為 這檔股票 禮拜五有很多投過老師 帶他會員去買 來我們看 這一檔叫博智 做印刷電路版的 各位你看到它 你看到是什麼 這次叫漲停 這叫漲停 看到沒有 整理多久 這是今年以來 這今年 我們看大盤是這樣子 大盤今年一夜五號的高點在這裡 這今年的K線圖 我為什麼擠這一檔 很多人看指標的 整理了突破 漲停板就去追 看到漲停板就去追 難道今天呢 今天你連想賣平盤都沒有 連平盤都沒有機會讓你賣 開盤210 收盤 跌停板鎖起來 還鎖了1240張 這個什麼 這個叫標準的什麼 片線 像這種股票 就是專門在修理投過老師的 所以我常常在講 一款人一款 現在這個盤勢 你只要看到冒出來了 你去追 10個來九個就請 所以我去年不斷強調各位 你不要把資金分散了 看不然不要做 我說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不要做 不會輸 這種盤勢你還想贏什麼 第二個就是來參加我的會員 因為我帶會員就是一檔股票 我們在過程裡面你看我們也去買了藥花藥 小賺我們就跑了 因為不好做 我們另外也買一檔除電股 就除細電能的股 那也差不多小賠小賺就跑掉了 不要了都是插花不好玩 所以我們就是只做一檔 這個廣效型疫苗 因為橫盤整理 籌碼會取決一切 籌碼沒有亂的 籌碼很乾淨的 就算它不漲也不太會跌 好那我們來看 我們從上個禮拜五看好了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我說連續修正兩天下來 為什麼畫個圓圈 會不會再出現一個很好的買點 好 又重新開始 從今年開始 這是今年的1月4號新年開封盤 10月4號100塊錢 修正到67.7 好 我為什麼一直在強調這個 這個叫大股東的成本 鑽石生計轉1000張給陸孔明先生 好 這裡是80塊附近 那我請問你這77 請問你跟大股東的成本一樣 我告訴你 像我的邏輯 我只要帶我的會員 我的成本能跟大股東一樣 甚至比人家多一點 我都很慶幸 對不對 因為 講不好聽 股票是寫在空的 你跟大股東的成本一樣 你怕什麼 邏輯這不那麼簡單 好 看到這個 好 那這裡在哪裡 好 這裡就在這裡 就在這個位置 1月4號 那這一天我現在很多人都看到我講這一天 這一天是什麼 我說 我有來參加我的會員 當然那個不是老會員 那是新會員來參加 結果 1月21號在那個轉折點的時候 他退會 選擇退會 老師你國平不會去 別的老師都漲停板 你就退吧 人生一款一款 這你就捨91塊半 好 那 這一路上我都講得很清楚 來 到現在我還是要告訴你 來 這裡的量 1萬5千多張 沒有包大量以前 這個我講都很多遍 沒有包大量以前 沒有包大量什麼叫大量 他 總共在市場 就掛牌的 在新貴掛牌的量是 等於他的股本是183,943張 18萬 你把它當作184,000張好了 這樣比較好算 184,000張 那他的成交人如果沒有超過18,500張 就10個person以上 理論上都安全 那其實他 請問 他什麼時候可以18,000張跑到市場來 人家不賣 收了收了 還在賣 對不對 你看 又是一次買點 好 每一次我都提醒你 每一次買點 這是什麼時候 這3月8號 3月8號當大家所有的 幾乎是投我投過的 在停損股票的時候 我說他是最好的買點 這裡142塊 收盤 最低130.5 所以我說 這個禮拜今天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來 我們看今天 很可惜今天沒有壓下來很深 只到169而已 來 昨天禮拜五最低170 那今天最低也不夠169 那收盤呢 收盤178 今天漲多少 漲3.17個person 178 好 那有什麼樣的含意 因為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心裡 一直認為說 謝老師在電視上講得很清楚 所以他不用參加 其實我不在乎 你要不要參加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股票市場 如果能像各位所想像的一樣 看電視就可以賺錢 台灣任何人做股票都會賺錢 對不對 當然 你是看我的電視 如果你看其他同學老師的電視 看一看就好了 不參加不會賠 一參加賠更多 因為他都漲停 他都漲停 你沒有 你只要參加 他漲停股票你沒有 那我們只有一檔 漲也有 跌也是他 漲也是他 好 那這檔股票一定有賣動 我們先就技術指標來講 就K線來講 好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就是打了四年大底的景線 打了四年大底的景線 就好像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四年大底 什麼叫四年大底 這裡最多 最大量在這裡 好 那他在106年的9月30號 9月掛牌 最高107 好 到了1月24號 今年的1月24號 今年的1月24號來 在這裡 在這裡才突破107 所以這個禮拜 就單單這個禮拜 就這個禮拜 突破以後 這個禮拜創歷史新高 所以創歷史新高 可以解讀這裡叫出生段 好 他從這裡開始75.7 從75.7 開始漲 75.7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 75.7 從75.7 漲到185.5 這裡漲了110塊 我把它整數了 110塊 好 那壓下來3185 其實這每天我都提醒各位 這叫桌線 3185 我說會出現一個黃金的買點 果然是啊 是不是 果然就是黃金買點 3185 142塊 好 就在這個位置 好 那上個禮拜 我說假設他要走主升段 那主升段要先看什麼 看這個185.5 他要突破 假設 這是上個禮拜的周線 好 這是這個禮拜的周線 你看 其實漲嘛 開172 收178 就是漲嘛 好 那他只要突破185.5 那這個禮拜有沒有機會 突破185.5 我還說 他有可能會像這裡 初升段第二個禮拜在這裡 震盪 那顯然這個禮拜 或許會比較強 會比較強 但是這個禮拜如果突破186 突破186 那就賓果了 什麼叫賓果 這叫 任何事情 一定有人早知道 台灣人會說的是 阿倫卡末沒有香 任何事情一定有人早知道 那有人早知道 所以他一定要卡位啊 所以只要讓你看到186 當然啦 如果這個禮拜收盤超過186 我看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我看到 各位每天 每天你都 晚上會睡不著 因為每天你都急著 急著什麼 趕快開盤 因為台股一開盤你就有錢了 你的財務就增加了 所以這個禮拜有多重要 因為通常第二個禮拜都會怎樣 類似像這樣嘛 他說在這裡會稍微震一下 真正上來可能在第三個禮拜 那假設這個禮拜 突破186 突破啦 因為以今天的收盤價來看 來各位 今天收178嘛 收盤178嘛 以日線來看 是不是隨時都有可能就突破了 185.5 跟178差幾塊錢而已 差7塊半而已啊 那那種突破有很多種突破 有一種叫實質的突破 什麼叫實質突破 量出來 因為 有人早知道嘛 那量會出來 量來 其實量再怎麼出來 你看我為什麼上個禮拜 我跟你講 它的量 上個禮拜五的量 創了起漲點的量 就1月21號以來量的新低 這個昨天禮拜五的量 是從這裡起算的最低量 那還跌 跌 量說 那代表說 我說沒有人要賣嘛 誰要賣 我相信有這樣股票的人 心裡一定想 他比年齡好啊 年齡都有300啊 他還比高端好啊 高端417啊 在這裡100多誰要賣啊 我講那個故事 我說 蔡明星 當時我說第一段故事 那我說那個故事 要對線我才會講 那市場的謠傳啊 就是市場謠傳說 他120以下要收 有多少收多少 結果 其實我告訴你 他沒有收多少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100啊 這幾天的時間 我問你好了 他拉上去喔 短短的 一天兩天三天拉上去 回測也沒有破120啊 最低129啊 在這裡啊 這一段多快你知道嗎 123天 123天而已 就直接 拉到了 拉到126.5 然後往下壓 最低也才129 這第三天 當然當天有124 也比124高啊 也比124高啊 搞不好 搞不好 我在想 他心裡搞不好麻麻的 要求我現在老師 在電視裡 說得清楚 他要收都收不到 我這段話 我已經講很多被毛 我只會講第一段故事 那果然喔 拉上去了 那現在我要告訴你 什麼是主生段 那如果有人 收的不夠 他怎麼會慢慢長呢 可是如果真的 我們叫消息一邊出來 他比誰更急啊 因為消息一邊出來 絕對不是長這種方式啊 來 這個 這個 這個從91.5 漲到166 不要算166 因為這一天是150 因為這一天是虛的 從91.5 漲到150 91.5 漲到150 也是五成 三天五成 那如果消息一邊出來 他會三天五成嗎 他就每天都五成啊 所以我常常在講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就會 乘以1.5 乘以1.5 我喜歡用果頂來做比較 為什麼我喜歡做果頂 因為 這個股票是 有脈絡可循的嘛 有有有有快有嘛 來 你看果頂 145.5 1月4號 1月5號停止交易 從145.5 直接拉到234 最高237 然後 第二天而已 就284.5到335 你要的就這一段嘛 我說 投資做股票 你要的就這一段 這麼辛苦的 這麼辛苦 要的就這一段啊 不是嗎 兩三天的時間 你要的就這一段啊 你每天都在想那個天邊的彩虹 想那個漲停 常常去排隊 追漲停 像這個啊 我說這個啊 禮拜五有多少投入老師 請他 帶他會員去追漲停 因為其實這種 我們突破警線 而且拉漲停 誰不會追啊 那書本上都有寫啊 整理了 拉出第一支常紅就追 然後呢 有的老師要跟我教你 那這一支常紅的 這個最低價 196 你作為停損點 是不是這樣教你的 對嘛 書本就這要教你啊 這整理的 從今年以來整理喔 然後拉出第一支常紅 又漲停 當然他就帶你去追啊 然後跟你講 停損就設 最低點這一天的196 那我問你 你196賣得掉嗎 195跟你守起來啊 下來你 你根本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啊 而且去追漲點是多少 216.5啊 啊這裡195啊 你隨便買個30張啊 好 漲停搬去排隊 排到30張很爽對不對 一天賠20塊 60萬 30點 60萬 60萬 你再加費費 還有你算15萬 那我還要75萬 那你有多少75萬 還要漲停 可是我為什麼說 看不到不能做 這個盤勢就是橫盤 那我為什麼單單看好這種股票 其實大謀啊 他們的預估未來的行情啊 沒那麼好 因為 我們再看一遍喔 我解釋可以 為什麼行情沒有這麼好 請問這裡1月3號 1月5號啦 台股最高點18619 請問1月5號 當時烏二戰爭 烏二戰爭沒有 還沒嘛 那台股在1月5號最高點18619 2月24號才發生烏二戰爭 你告訴我好了 有時候真的華爾18619 可能就是 台灣股票的歷史高點 我說歷史高點 可能未來要很長很長很長 時間才會夠 可是台灣現在錢很多啊 所以有些前置股 這些前置股就不見得會動了 我應該這樣講啊 我們講廣闊一點啊 電子股會不會漲 我問各位好了 那我看一看算一算以後 會再衝心高的 大概只有生技股而已 就只有生技股 我說整個族群啊 那生技股會 由所謂的利多來主導這個未來的歧視 那利多在哪裡 大家晚上再會 等一下再說 馬上回來 我看一看 非凡商業台 才經第一台 老闆 老闆 隨便 從座學院 很快 從座學院 copyright 那邊 都 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好 我们看这里 中国疫情加温 好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拿这一张 来再往下看 Omicron的亚种病例株 市长称她叫Omicron的妹妹 VA.2 她的病例超过最初的Omicron病毒株 其实台湾最近尤其像礼拜天 台湾确诊的境内的才几例而已 可是境外总是一百多了 今天也九十几了 所以VA.2 我告诉你 很可怕 它又比Omicron传染力增加 也就是它的传染力比Omicron 大概多了30到50% 所以拿疫苗跑不掉 来 辉瑞这个月底 本月底之前将开始判读其中的许多数据 那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里面还有一个 你看Delta Delta Delta 然后最重要是 要能对抗所有变种病毒的疫苗 也就是保护力至少要维持一年的产品 而不能五六个月就要打一次的 那你告诉我全世界谁有 所以为什么我不断地在提醒你 我早晚而已 广效型疫苗 这已经是1月11号了 记转恰谈中 1月11号就告诉你了 可是我从7月11号就等到现在 你们等的会比我久吗 好 所以重点来了 那我们从它的K线来看 是不是真的 那什么时候判断是真的 来 这条线就是突破它4年半的大敌 也就是突破4年半的颈线 好 这里 这一段就创历史新高 好 那假设这里是初生段 目前还不能确定嘛 确定初生段是一定要突破 初生段的高点 好 所以它涨了12345个礼拜 很标准的会是系数嘛 13581321嘛 好 真的修正三个礼拜 好 那它的高点在185.5 那假设这个礼拜 假设这一段 这一波是出主生段的话 那主生段它必须要突破185.5 就是看到186 那看到186又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刚才有讲的 它有一种叫做扎扎实实 185 186 187 188 一直上去 然后可能说186以上的 有一种是盘中的 我们叫做侦察兵 什么叫侦察兵 它是在那边丢一个东西 做个指标在那里 所以有时候盘中 它可能就上去了 可能成交量一点点 然后拉得很快 有的时候它一上去 就是可能让你意外 它怎么有看到199 可是中间是空的 那个就是线式性 那个时间就要拉很长 那这个礼拜 它会出现两种情形 假设这里是主生段 会出现两种情形 就像我讲的 这个礼拜还有四个交易日 它就如果强势的话 它会一直垫 一直往上垫上去 也就是不断地在换手洗盘 那另外一种就是 因为它没有收完 所以它不会去强拉 它就直接就 先把侦察兵丢出来 就好像丢标枪 丢到那边 然后有土地在那里 放个界线 所以有可能盘中之后 你会突然看到 怎么有一张成交199的 189 188好像没有 类似这样子 那它的时间就可能会拉很长 好 那这个礼拜重点就是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就好像我上个礼拜 提醒各位的 假设它是主生段 主生段有很多种逐华 因为初生段既然是五个礼拜都涨 那主生段 我认为不见得会五个礼拜都涨 有可能就涨三个礼拜而已 然后又要修整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然后再来再涨五个礼拜 然后再来又修正 也就是主生段又再走五坡 那这种坡浪理论在这个时间点 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利润 所以我说 你又要趟那些 你就参加我会完 就这么简单的 有时候你自己不晓得追高杀低 有时候随便可能都五十万一百万 在损失减谈 来参加会 保证让你获得力更多 大家明天头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